我今天设宴 是刘府要迎进一位 落难的小姐 我想让她做镇平的家庭教师 这位就是霍小姐 拜试验就开始吧 谢谢大家 要不是遇上你们这些好心人 我真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面前的灾难 霍小姐既然已经来了 对刘府的规矩就要多加了解 您说是不是 老爷 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你就不懂规矩 丑话说在前头 对大家都有好处 好 以后她的学业就拜托给你了 镇平 赶快拜师 老师 是 嗯 我会让他改好的 谢谢你 我很疼我这个弟弟 他很聪明 心用善良 就是爱调皮捣蛋 我找你有事 我希望我这么做 你不要误会 大少爷有事 尽管吩咐 我们家里是非很多 你再待下去的话 会吃苦头的 这些钱你先拿着 暂时先不用担心生活上的问题 先找个地方把自己安定下来 谢谢大少爷 我什么都能忍受 在没有报仇血痕之前 就是走 我也不甘心 霍小姐 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强的女孩 但是凭一个人 怎么能对付那些流氓恶霸呢 先不要冲动 忍下这口气 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现在 实话跟你说 我也是无家可归 无路可走 我一心只想着报仇 我一天也得不下去了 请你一定要耐心等待 我尊重你留下来的决定 我会紧力帮助你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你从来不说一句正经话 我不尊重你 只能说狗嘴里吐不出像鸭 我尊重你 你是刘家的长子 我希望你像个男人 不要让我太失望 刘家的产业传到我这里 是第五代 如果在家乡想守住这份产业 这些恐怕是不可能的 经商嘛 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在这小小的平山镇 我没有混出来 李显昊一仗乌合之中 欺负我 我没有脸 我把脸丢尽了 但是我不理他 因为时机不成熟 我手上没有那么多枪炮 我也没有靠山 你可以 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但是你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点最重要 那就是权和钱 有了权就可以有钱 有了钱 又可以有权 可以有一切 你明白吗 我问你 你听清楚了没有啊 你年龄不小了 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我给你谈的是广州 烟雾局局长的女儿 世代官宦人家 人也长得不错 选个几日你们见见面 父亲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事 你多大岁数了 现在时局这么乱 有志青年都北上了 我却躲在家里谈婚论嫁 这是借口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都重要 可我不相信 有志青年 难道就不结婚吗 你要为咱们刘家 找一个官家媳妇 给多少彩礼 我都愿意 咱们刘家要代代相传 没有靠山 恐怕不行 你还要当着祖宗的面 答应我 以后不要和那个 姓霍的小姐来往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为了这样的女人 把命都拼了 父亲 我要和你谈一件事情 希望你不要和大少爷接触 好吗 大少爷 对 请你按我说的话去做 行吗 玉涵 玉涵 大少爷 别叫我玉涵 叫我霍小姐好吗 霍小姐 霍小姐 嗯 第一次在我家里 我见你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直觉 我相信这就是缘分 你相信缘分 请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还回去 改天 玉涵 你是怎么了 花儿打我 按我们的家规 对主人失礼要受到惩罚 你犯了家规 到我们家神坛前去下跪吧 郑平他说是他自己淘气 霍小姐想制止他 他不小心自己撞倒的 我知道了 就让他跪一跪吧 现在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体罚 让人家知道的话会笑话我们的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我心里有书 不管怎么说 霍小姐也是上过杨徐堂的学生 镇帮你以为我愿意体罚他吗 罚他我不安 不罚他我更不安 这个家总要有个规矩嘛 父亲 我真不明白你说的话 所谓规矩有好规矩和坏规矩 现在都革命了 那些旧规矩坏规矩都是要革掉的 我虽然身在小镇 广州我还是经常去的 大道理小道理我也听了不少了 但你想一想 一个家和一个城市是一样的 有大矛盾小矛盾 它就像一团麻 比也理不清 今天我发霍小姐下跪 那也是无奈 要不我怎么能摆得平家里这些事呢 父亲 我理解您的苦衷 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原谅他 你不要说了 我心里劝清楚 我还记得就是 大少爷 不好了 二太太要打婚小姐了 这是谁给你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个贱人 凭什么大人 你处处护着他 你什么意思 这又是怎么回事 你问问你儿子吧 他私用家法 什么私用家法 老爷用的我就用的 我是谁 我是你二娘 我在家里是什么地位 我说的话就不算话 请霍小姐先回房间去吧 你先回去吧 这忙啊 不管怎么说 他是你的长辈 你给他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 道歉的不应该是我 是他 什么 要我给他道歉 你没搞错吧 那天我跟你说了多少话 你怎么全忘了 这样家里要出大事的 父亲 父亲 如果你坚持要我道歉的话 那就证明我错了 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的话 那我就惩罚我自己 你 你呀 不要跟我耍大少尉脾气 你以为我不能惩罚你吗 头脑糊涂一时冲动 你不知天后地后啊你 何思 老爷 把祖宗的牌位拿来 让他抱着 站在池子里晒晒太阳 让他清醒清醒 大少爷 是 老师 我错了 老师不会怪你的 我只把大哥拉回来 小少爷 别冲动 这是老爷的意思 大少爷 不要自己为难自己了 快上来 我让你转告我父亲的话 你说了没有 如果二娘不给霍小姐道歉 我不会出来 大少爷 你还是上来 喝口水吧 走吧 别管我 老爷 要不你去劝劝大少爷吧 这 大少爷 你们都出去 你这是何苦呢 要是你娘看到你这个样子 她要心疼的 这个家出现目前这个局面 我是力无从心 我冷了 咱们刘家还得靠你呀 父亲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助 我不会怪你 我是怕你啊 你可尽快从我手中接过去 让咱们刘家成为平山 成为广州第一大后人家 我现在没有兴趣谈这件事情 我只想知道另一件事情的真相 李显豪她为什么要杀害霍小姐全家 然后又把她送到咱们家了 你忘了她 这件事你不要管 我只是觉得霍小姐的处境很可怜 实在叫人替她担忧我 她李显豪在平山一带回家灭门的事 也不是第一次啊 谁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你不要管闲事 以免出大麻烦 你不要管闲事 父亲 我们现在有能力帮霍小姐 为什么不帮她 枪 我手里没有枪怎么帮她 这件事 要从长计议啊 你不要管闲事 你不要管子 你不要管子 你不要管我